《生活學習時刻》 好 歡迎各位來到 《分享生活學習時刻》 我是你的節目主持人我叫阿拉 今天我們邀請到我們的 旅遊達人小思來這裡 大家好 是小思 我之前網上看了很多你的報導 本身是港大的 企業和財政會計 那時候你應該是 已經開始了你寫blog的生涯 還沒的 畢業那年才開始寫的 畢業才開始的 其實我覺得很好奇的 為什麼你本身明明帶好前途 可能照計 人們都會覺得 你又會計師 為什麼不做了去寫blog 會不會 都覺得 會有很多這些意見嗎 都會的 但是我覺得一切都是命運來的 我畢業之後 其實我都做了一年半帳戶 一直都要考試 但是我是考不到的 這是第一件事 不知道為什麼考不到的 很奇怪 這要三年的是嗎 三年 是的 但是考試就考 年多就考完 不知道為什麼考不到 你還要做blog 對 其實我在網上看很多你的報道 今天終於有這個機會 親身跟你聊天 始終我也覺得 報道有點不夠後 所以今天在這裡 特意跟你聊天 其實你 說到這麼精打細算 你要經常去計算 那些飛行李數 又要計算哪裏最划 怎樣去旅行才可以這麼精打細算 我經常上網 看你的Facebook page 你已經有九萬多個粉絲 對 又很多上business class 頭等 很多這些相片 其實令人真的很羨慕 是的 你究竟 其實為什麼你會 你從什麼時候開始才發現 你原來是 這麼喜歡去賺這些李數 還有為什麼會這麼精打細算 其實我又覺得 不是說我喜歡賺這些李數 只不過是 就是我在想 怎樣將這些東西 抵抵 其實 我又不是說為了抵抵 只不過是因為 我需要花一塊錢 我就會在想 那塊錢怎樣花呢 才是比較化算一些 或者你可以花一塊錢 拿回那塊錢回來 那樣 那我覺得這件事 又不是我的嗜好 只不過是 就是有些東西 殺到身上 就要迫著想一些方法 你覺得說殺到身上 那你應該本身 是否在經濟上 有些困難 所以才會這樣 就是那時候 為什麼會想到 好李數 或者是會 向著這些方面 就是想 其實就是因為 那時候 剛剛入大學 學費太貴了 四萬多元 兩萬多 分開兩次交 那一東西交兩萬多 很肉赤的 那我想 怎麼交那兩萬多 才會划算一些呢 所以就上網找 原來可以用信用卡交的 用信用卡之外 但是你 什麼時候才發現 原來一些 飛行李數 是可以 賺得越多 就是你會出賣 寫了 blog 去教人 就是這裡 我覺得這個位 其實可能很多人 都會想寫 blog 就已經可以賺到錢了 但是你其實什麼時候開始 才會有這個念頭 去做這件事 其實都是 我有一個 搞旅行網站的師兄 都是我大學的一些師兄 他就知道我有些 奇怪的癖好 奇怪的習慣 都沒有奇怪 對 他就 不如你開個blog 教人 所以我那時候 因為我未畢業前 已經找到工 所以 那個final year 那個考試 就比較 不是那麼重要 因為你要找到工 那時候 那個時候 那個時候 比較有空 所以就 那時候考考試的時候 就開了個blog 哇 很難得 你說考試不是很重要 我那時候還是這樣 我還是這樣讀書 我就會覺得很好奇 就算說 你開始的時候 你是不是都是 Facebook page 開始先的 都不是的 其實都是一個blog Facebook page 應該是寫了差不多 一年之後才開的 怎麼才可以令到 那麼多人去看你的blog 我想 都是因為我每一條問題 或者是每一個enquiry 我都是自己去答 還有我真的會 回答別人的問題 那天天 就是 有一個免費的諮詢服務 當然 每個人都看 每個人都來問 那你會用很多時間 去打理你的blog 那時候 大概 你說 臨畢業前 的時候 已經搞你的blog 那時候 你怎樣去分配你的時間 其實都沒有分配 如果你有空 譬如你搭車 譬如你等著 送來的時候 那你不就用手機搭一下 那你應該平時 都是一些低頭軸 一定的 各個香港人都是 但是呢 其實我覺得 一個位就是 因為你所帶出來的訊息 不是每個人都知道 真的要留意 各個信用卡 公司他們的條款 怎樣去賺利數 可能近來這個有優惠 用這張卡又比較便宜 而去不知哪些地方 而海外簽帳 又會多點理數 那你便每天 要看很多這些 的條款 那你便要留意很多這些 銀行 他們有什麼時候優惠 這些 其實都是的 等同於你 買便宜的機票 那樣 你都要留意著 那樣的 那你這樣 好像看八卦新聞 那樣看 每天都 哇 你真的很勤力 是 因為以我所知 你現在也是一間 旅遊資訊網站公司的 一份子 那你是怎樣轉變的 就是你本身 你寫了多久的blog 然後之後 無緣無故又會和別人 一起partner去搞公司 其實呢 就一直畢業之後 那我都一直在做big 4 都做了一年半 其實都打算一直做下去 但是就 神推貴勇 就不知道為什麼 考幾個考不到 但是考幾個考不到 都一定會繼續考下去 還有做下去的 但是呢 做了大一年左右之後 就 有一間 報紙就訪問了我 那他訪問完之後 其實隔了六個月後才出的 為什麼一出呢 就很大迴響 就是我 記得那時候 他一出之後 隔了三四天 我應該多了四千幾個like 所以就變成了 那一刻開始就多了很多機會 譬如 譬如 不能是訪問 甚至是有些銀行 甚至是一些 互補 互補 對 變成兩樣東西可以配合 所以大家就 聊了 一起合作 那這些生意上面的機遇 就是 是不是真的 認識人比認識字 我可以這樣說 機遇 是的 都是 有一些天意 其實有時候 不是說你 刻意做就做到 我覺得 或者 或者 另一邊商 可能大家都有些好奇 其實我自己也有些好奇 包括 你網上的照片 有時候 看見你的皮膚真的很漂亮 有時候就像鬚尾腿一樣 可能有些人到現在 都未知道你是男還是女 是的 有趣的是 Google有時候 會想搜尋自己的新聞 做一些記憶 但是打記憶 就看到少師男還是女 都挺好笑的 等我現在 親自驗什麼驗課 是的 我猜你的頭 有的 是有猴屈的 是的 但是有些女生都有 那你就要看看其他東西 你怎麼看 讓你們看看你有沒有腳毛 毛是很光滑的 因為她是男生 所以沒問題 女生我就不會這樣說 而且因為本身跟你聊天 因為本身就說 會想過去日本留學 然後你又在我的Facebook留言 然後我覺得 哇!很開心 小姐我在這裡留言 那我就會想了解一下 你背後一些關於旅行的東西 是 本身你又懂中文、英文、基本 中英、普通話 然後還有認識日文 然後還去過日本留學 嗯 喂!有沒有什麼 分享一下 就是關於旅行 或者是留學的時候 有什麼 講留學先 因為我 接下來有一個打算去日本留學 你留學的時候 你會不會說 很怕人生路不熟 或者你為了什麼 才去留學 我那個時候 其實我一入大學的時候 就不是說想選帳號的 其實我想選日本研究的 但是因為前途的關係 最後都選了帳號 所以但是我覺得 就算可以選帳號也好 我都可以去留學 所以我當時選了日本去留學 其實目的都是想去學日文 但是一去到其實真的很辛苦 好像龍一樣 就是完全聽不到 因為譬如你上課 我上課什麼都是用日文教 我真的完全不知道做什麼 那唯有多一點聽 多一點溫 但是我發覺去到其實 就是要你多些出去玩 譬如你和多些日本朋友去玩 那對自己都幫助很大 譬如你在香港學 我想你學兩年都不夠去日本學 譬如一個多月那麼重要 因為你真的天天聽天天說 就算是你學到很多 你上課學不到的東西 因為你為什麼會聽不明白他們說 就是因為你學的東西 是用紙寫出來的 只不過你講 你不會這樣講 所以我一定要去學 去聽 或者你一定是對日本有些情有獨鍾 為什麼你會這麼喜歡日本呢 其實我家就不太有錢 我第一次去旅行 其實都中四才去的 不是中三 那時候去完日本之後 就覺得那些日本人很好 那樣 我也覺得 是的 但是那時候就溝通不了 那就 不能說可能跟他們多聊些 所以就是說 其實為什麼會想學一種語言呢 其實最重要都是想跟當地人溝通 所以就學完之後 去到就覺得 哇 更加開心 因為一來他們的人好 二來 他很好 但是你又可以跟他們去聊天 最開心就是這件事 你又可以跟他們去聊天 譬如你就算是 其實我一樣的 就是跟你去台灣 因為你台灣溝通到的 那你去搭的士 那個的士司機 會抓著你狂跟你聊天 那去到日本也是一樣 那我又挺喜歡這件事的 哇 你已經可以去到 不斷地跟他們聊天 都沒有問題這個情況 那接著 就是現在都已經聊了很多關於小師 你本身去旅行 或者是怎樣去賺理數那方面的分享 那今天你也很開心 可以邀請到小師上來 那大家如果想寫blog 會不會有些說話 你可能跟一些年輕人說 哇 其實如果他們是想 以自己的興趣作為職業的話 你會有些什麼說話想跟他們說一下呢 首先第一件事就是不要放棄一份正職 這件事很危險的 但是就 你說想用自己的興趣去做職業嗎 是啊 我想你可以兩邊都發展 就是當你覺得你的興趣發展到 是可以成為一個職業的時候 你才好去放棄你的份正職 但是就不要一開始就 全心全意去發展你的興趣 因為這件事我覺得是很危險的 還有我覺得你興趣 和你本身的工作應該是沒有衝突的 所以就變成你兩邊一起做的話 其實開心一點 還有生活一定很多 總之就不要放棄了 那本身比如喜歡做一件事的時候 都要留一些渣男 因為維持生計 沒錯 這個大家都要留意著 那今天很開心 邀請到小師上來 和我們分享生活學習時刻 那今天的時間差不多了 多謝各位 好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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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